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夫王Lolo和我第一次在Tofi的旧主人家相见 见面的第一眼 我们就决定家里在不久的将来呢 就要迎接这个新的成员 Tofi是一个Toy Poodle 玩具贵宾犬 俗称呢就是泰迪 由于它的毛色是深棕红色 和泰妃糖颜色相近 所以呢Lolo给它的名字叫Tofi 今天呢Tofi已经是八周大了 旧主人带他去注射了第一剂疫苗 并且进行了第一次的身体检查 帮他收拾好了行李 他准备今天就离开妈妈和兄弟姐妹 搬过来和我们团聚 我和福王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来接Tofi 他的行李已经整理了完毕 一包他喜欢口味的狗粮 一包尿片 一条带有妈妈味道的毯子 一个喜欢的玩具 还有健康检查报告和防疫针记录 芯片植入记录等等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要加入我们的家庭 开始新的生活 Tofi的妈妈是白色的 爸爸是红色的 所以他的兄弟姐妹有棕红色和奶油色 当我们接Tofi走的时候呢 另外两个姐姐和弟弟显得有点着急和不情愿 倒是这个新大的妈妈 除了一个劲儿的和我们撒娇碗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我们之前还想着接走Tofi的时候呢 他妈妈会难舍难离 不过这个过程却出乎意料的愉快地结束了 在回家的途中 Tofi非常的乖 没有吵闹 坐在我的腿上很安静 到家后 见到了Lolo姐姐和笨哥哥 就兴奋地和他们玩了起来 当然 也少不了对新家的好奇 转来转去 渴望马上融入这个新的环境 因为Tofi还算是baby的年龄 还没有学会对便便的控制 没到一会儿 就在地毯上 又是吁吁 又是辣粑粑 所以呢 以后教他如何做一个好狗狗的责任 就交给了笨哥哥和Lolo姐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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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fi玩累了就趴在他的心床上 闻着妈妈的味道 憨憨地睡去 梦琳又抱着妈妈 搂着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欢迎Tofi加入我们的家庭 太妃到家啦